有一名潜水教练去年8月被渔船脚断的左小腿 幸好是有及时接回断肢并移植静脉血管 术后努力复健现在可以自行走路了 有一是提醒如果不幸碰到了断肢意外的话 患不必需要加压止血并保存断肢紧速救护 强在黄金时间四个半小时到六个小时之内进行手术的话 成功率最高 接回的断肢处伤口复原表皮也重建完成 经过积极复健 虽然脚底还是会感觉麻麻的 但是已经可以慢慢走路 日常生活没有问题 四十一岁的潜水教练吴先生去年八月在教学时 不幸被渔船螺旋桨脚断左小腿 当时他立刻绑住断肢并护送学员回岸边 接着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 我只要拼命的让他动这样子 因为毕竟希望之后能够回去继续潜水 然后不影响生活 因断肢接回涉及层面广 收治吴先生的医疗团队 第一时间召集各科别 随后断肢也被送到医院 立即进行手术 将断面腹胃 骨头固定 再由整形外科接手 进行包括静脉血管移植等重建 医师指出能顺利接回断肢 最重要的就是与时间赛跑 医疗团队表示 断肢接回后只是开始 目前可以行走 但还不能跑跳 将设计核式附件计划 帮助功能恢复 也提醒万一不幸遇到断肢意外 第一时间要加压患部止血 将断肢放进干净塑胶袋保存 可外敷冷水 但不建议直接接出冰块 以免坏死 若能及时就医 手术成功率将大幅增加 记者许阿林剑台报道 会议计核并不虚 20